美国国务院在发给本台记者的电子邮件中 祝贺台湾人民通过一次成功的选举 再度展现民主体制的力量和活力 美国也期待与台湾的辛劳伙伴 继续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 美国也会竭力彰显台湾民主这个区域典范 连岸问题专家葛莱仪表示 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可能令民进党失望 但是却让美国高兴 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表示 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迅速爆红 让他感到惊讶 但他认为这跟北京毫无关系 葛莱仪与巴道格都认为 蔡英文选后辞去民进党主席 有可能影响他未来竞选连任 但是两年的时间很长 而且他手中的权力和资源还很多 谁也不能低估他胜选连任的机会 记得张国华美国报道